不用去日本也可以上櫻? 有沒有想過把真正的日本櫻花帶在身上呢? 機會來了! 這個工作坊把日本櫻花帶到香港製成食物 那就隨時都可以欣賞到這麼漂亮的櫻花啦! 創辦人Samantha用獨特的方法把櫻花弄乾 櫻花粉色和盛放的姿態都停留在這一刻 造成食物都很自然很漂亮啊! 製作櫻花的過程很簡單,而且很治癒心靈 照完燈的櫻花已經不再脆弱了 製作時要很溫柔和細心 製作完很有成功感 由於是真花造的,每一塊花瓣都有不同形態 很獨一無二的 這麼漂亮的飾物是不是很想親手做呢? 記得參加我們的櫻花飾物工作坊祝禮啦! 這個工作坊的場地都是一間café 製作完可以遊閒地在這裡享受一杯高質手沖咖啡 真是周末的忘憂之選啊!